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英国是传统的科目 例如法律 建筑 读工程 读英文 很多时候都去了英国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很不让人管束的 英国早上学校大家都知道 出名是严厉的 什么叫严厉呢 就是几点就要睡觉 几点钟就要做功课 我星期六只可以出去几个小时 又不可以去这个省 又不可以去那个省 那这些你说严厉又可以 很绝对 但如果你的小朋友本身说不是 我小时候就已经是周围去玩 很喜欢课学活动 跳跳扎 你知道各个性格不同吗 有些就是discipline点 我嫌少少 你受的我就勤迪点 有些就说物极必反 你越管我吗 我就越反叛 不喜欢循规道具地学习的 那可能某些英国的boarding school 就未必最适合了 澳洲如果你最近看很多不同的文章 他们的Health Science是很出名的 Health Science例如有些什么呢 物理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 牙医 医生 瘦医那些 很多时候都会选澳洲 因为它对它强项 而且澳洲如果读这些科目 是大些机会易得问的 不是我以后想做医生 瘦医 物理治疗师那些 可能我会选澳洲的 因为他们中学的时候已经是有一些科目 已经和你分析了 以后你读哪几科 在中学已经选了 纽西兰其实最近多了很多询问 因为大家都觉得 是不是好像安全一些 和平一些 国际学生又再少一些 大家在想起 纽西兰很静的 很闷的 它闷的程度可以告诉你 就是英澳美加楼 我都去过 因为我每一年都去很多学校探访 纽西兰真是叫最正局的一个国家 真是要闷得 我不是开玩笑 如果有些同学说 我在香港挂了 多姿多彩 我现在说明给你们知道 纽西兰是一个比较沉闷的地方 你不要预期有唱卡 甚至打机 那些学生都要打机的那些男生 但他们的网速是特别慢的 我们闷的意思不是有香港玩开的东西 但他们打球 行山 滑雪 不是 我小朋友是很喜欢玩的 但他很健身的 对了 香港那些很贵族的活动 那里就是普遍文化 星期六天去什么 打高速 我的学生在纽西兰 在Quenstown 拿了个annual pass weekend去什么 去滑雪 纽西兰是省制之中的省制 省制只有10万人松一点 很适合哪些学生呢 英文一般的 你只是想对多一点的外国同学 因为他们每一间学校 可以收international student 可能1000个是只有10个8个 那就是其实那900多个都是local students 那你就很多机会去讲英文 澳洲啊 纽西兰都好 他们的中学大部分都是住homestay的 学校会帮你找一个合适的homestay 那你就会住在那里 睡觉日常三餐都会在那里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商见好和住难 试过的了 有些同学过去就说 我没有水喝啊 投诉啊 homestay不是倒水给我喝的吗 我sorry了 大家的expectation是有问题的 这样 学校找一个适合的homestay给你住 但是你要自己照顾自己的嘛 我也试过一个case就是 因为安全理由 住homestay你不能够是进厨房 因为碰火啊 刀都是危险的嘛 那有些小朋友就是 哎呀我很肚饿 我想煮个面食啊 我下去就开了别人的路 他就弄烂了 我想喝杯咖啡机 烂麻 分裂独立其实不一定要在boding school homestay也可以 但是是否最适合呢 可不可以控制到你自己 不要搞人的东西呢 因为搞人的东西你弄烂了 你要赔的嘛 美国和加拿大的学制 就和其他有点不同 是读四年的 哪些同学去美加多些呢 很多时候是回流啊 那些家长们 那时候拿了passport 因为他们回去读书便宜很多的 加拿大就真的三分一学费 我们给十几二十万 他们给几万港元 因为读四年嘛 如果不是有亲戚朋友 或者你有passport 你根本上不会特地去读多年 因为如果你读多年的钱和时间 你可以在英国和澳洲 拿个碩士学位 加拿大太大了 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特色 如果你叫我读中学的话 你要想一下你的大学 会不会都在加拿大读 如果你在加拿大读的 真的没问题 因为他们每一个省 都很熟悉自己的计分 但如果不是 我打算去加拿大读完中学 我打算去其他地方读 例如英国 甚至回来香港也好 因为加拿大省的分数计法 有些是考试着重多些的 有些是功课着重多些的 我读完回来后 因为我们收过很多不同的成绩单 连我们英国大学收惯生的都说 他好像没读完 接着学生说我读完 为何你不用考试 是呀我们省这几科是不用考试的 哪几科要哪几科不用 很complicated 如果去第二个国家 你可能要考虑多些 就是你要找一个省 分数是容易理解的 家长或者学生做多些功课 就是我读完这个中学 我这个省 我们的课程就是这样 讲得清清楚楚 那你就多了时间去组织 你自己的入学要求 所有的文件 我是很喜欢IT的 会不会我去美国 因为它们是强项 会不会中学已经开始 有很多不同的program 美国人是很strict forward的 讲话是很白的 如果你在homestay或者在学校 如果你真的有些遇到什么问题 老师就不会客气 就直接说你了 喂你不对我Conny 你这样不行的 不是个个可以的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在香港大 是爸爸妈妈 会直接骂你 但就算现在的老师都不会 你这样 有些同学如果我本身是很内念开的 突然接受这些不同形式的教学方法 可能你又未必习惯 中三都大定点 子朋友都十四五岁 智力能够会好点 这个period我觉得是最适合的 是多了很多中三之前 甚至乎小学的个案 最近交了学费是一个八岁 一个九岁 从八岁开始到十一岁 但是这么小的话 真的我建议不要让他自己走 而我现在这几个个案 都是妈妈辞职 是陪读 学生不够准备 家长不够准备 为什么关于家长的事呢 因为如果家长不够准备 小朋友永远不会够准备 因为你都好像很担心 我又明白的 就是那些家长 就是他能够准备 病了怎么办 我学校有医生的 他认不认识看医生的 当时学生一旁就说 行啦 懂啦 真的这么大个都不懂吗 你真的当我什么都不懂的吗 很多时候就是 沟通是很重要的 不要突然跟他说 哎呀女儿 你过两个星期 放榜不行 你走啊 咯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你就叫我走 我没想过 如果真的想过 家里有这个计划 你都要计钱 刚才说过 三几十万一年 你不会突然间 突然有这个念头 那为什么你不跟这些小朋友谈一下呢 现在很多时候他们都会怎样 去旅行啊 去游学团啊 感受一下外国的先 因为都不知道哪个国家 英国美加楼的游学团 你去到就是觉得 哦一个月很舒服啊 都喜欢这个国家 慢慢跟他聊 如果你喜欢这个国家 你有没有想过去外国读书啊 中午才去 可能再多两年 其实你已经不是读中学了 你有机会读大学的Foundation了 其实英澳美加楼都有一些叫做Foundation Foundation叫大学基础班 或者叫线售班 就是说假设我读工程 我可以选去读工程的Foundation 我中午就能进入了 我想做会计师 我不用一定要读完DSE 我不用一定要去英澳美加楼 考他们的公开试的哦 我可以告诉你就是 真的十个九个都读Foundation的了 因为如果你本身是香港的成绩 你考得不错的哦 不过我是不想考DSE而已哦 那你是很大机会 入到你心仪的学校的Foundation 那我们怎么收生的呢 收生就看你最近的两年成绩啦 OK我中四过去 我打算慢慢浸的 你就是读中五中五中七哦 可以考当地的公开试哦 真心说你浸得越久在中学 你的成绩一定会好 还有中学是一定少一些 international student的 大学就很多 譬如你读双科的 可能你看到一百个同学 可能有二三十个都是international student 但是中学呢 你是极少数 你是一千人的 只有二十多人其中一个 其他同学都每个讲英文 你的进步空间又再多了 但是你budget才能做到的嘛 通常两年 尤其是英国的boarding school 英国的boarding school很快满的 我们现在来九月啦 不报明年的二零二十九月 某些学校没得再报的啦 澳洲来说那些物理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 我今年二零二零三月 已经是枯了明年二月的课程的啦 有些中学就一两年前开始排名 开始要排队啦 那如果你是太急的话 你做不及准备 例如什么呢 Interview Portfolio IELTS IELTS就是雅思 英联邦国家都承认的英文词 很多时候我们六分就叫做入学要求 满分是九分 有四张卷 听、讲、读、读 有些方法是要听、讲、读、读都要七分 那如果你有些8.5、有些6.5、有些七分 但 overall七分 Sorry 不行 我要你每一个都有七分 那就是说你不停要考 而每一个月通常有两至三次这个考试的日期 但有时就是这样的 你刚刚心仪那间他就要你IELTS 然后你又考不及 因为考完之后还要两个星期等成绩 例如是建筑师的 你起码有个Portfolio 以我所知有些学校大部份都挖十张画 要线状的画 然后再interview 你要约个Professor 他只是某几个月某几个时间 in你 如果你miss了这些日子 你又报名又迟了 所以我估是一至两年前开始去做准备就差不多了